今时财经 点时成经 大家好 我是曾静一 来跟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IEA表示 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停滞 欧洲冬季又暖 如果变成是石油的话 可能会抵消放款的冲击 美西港口不堵 航运价格也大点了 但是美国全国铁路罢工在即 可能会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 内地延长制造业 缓税补交期限四个月 多家国有银行 降低个人存款利率 有助于削减LOPR 国际油价目前 在90美元上下的区间 预振乏力 国际能源署 也就是IEA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 全球石油需求将会增长 是停止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包括了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等等的影响 但是他们虽然在当中 并没有谈到说 未来的价格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但是有分析说 如果欧洲因为天然气短缺 现在转用石油来取暖的话 可能在年底的时候 全球的油价 可能会上涨到120美元附近 国际能源署 星期三表示 中国经济时不时面临 新冠疫情风控 使得中国的石油需求疲软 影响超过了世界 其他地区原油需求 强劲的影响 进而会抑制 今年的石油需求增长 他们说将中国 今年的石油需求预期 降低了每一天40万桶 到每一天1500万桶 但是随着新冠疫情 限制的放松 认为明年需求会上升到 每一天1600万桶 国际能源署也估计 由于全球经济放缓 今年第四季度 能源需求会停止增长 明年需求增长 比原本的预期要好 预计明年预计 在每一天增长 大概有210万桶左右 但是欧洲冬季取暖油的需求 目前在增加 他们也认为 由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石油 俄罗斯做出反击 限制出口天然气的欧洲国家 部分国家转用石油发电 带动今年第四季的 原油需求增加70万桶 抵消经济放缓的部分冲击 但是作用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 美国页岩油高层就表示 他们没有办法迅速增加供应 来防止冬季会出现的短缺 虽然股本集团 叫做Quantum Energy Partner的 负责人樊洛就说 美国不可能再扩大增幅了 他说我们的产量就是这样 而他们是页岩区内 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还有一个是经营着美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商之一 先锋自然资云的CEO谢菲尔德说 他们没有增加钻机 说他也没有看到其他公司增加钻机 他补充说随着供应紧张 原油价格可能在今年冬天的时候 增加到每桶120美元以上 油价和天然气价格 现在这个未来的上升趋势可能不会很多 但是还是会有一个波动的情况 但是对于全球经济来说 由于增长放缓 所以在去年或者是今年年初 大幅度上涨的极双浆价格 现在已经不复出现了 这是不是也代表了全球经济在放缓 有没有衰退的风险呢 集装箱运输行业在9月份忘记不忘 热门航线即其单价跌破了3000美元 媒体报道说 从广州出发的运往美国西部航线的 集装降价格已经跌破了3000美元 宁波的价格还保持在3000美元以上 而这跟去年集装箱价格 被较到2万美元以上的高价相比 跌幅高达了85% 集装箱价格曾经被炒的一天一个价 但现在显得有点冷静 日经新闻也谈到了 9月份在美国西海岸港口海面 等待卸货的拥堵船只 减少到了高峰时期的十分之一 中美航线的运费也创下了历史的最大跌幅 也从综合研究所的统计显示 在美国洛杉矶长滩海面上 等待卸货的货柜船 在最多的1月的时候超过了100艘 现在已经减少到了10艘以下了 而9月的第一个星期 从上海运往美国西海岸的货柜价格 每个大概3900多美元 比前一个星期下降23% 降幅超过了1000美元 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商业的信心 美国商界的信心指数滑落了 但是他们不认为经济衰退会出现 有多间美国大型企业负责人 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 发表了对成员最新的调查结果 反映受访商界对经济看法的 整体信心指数下降12个点到84 但这些受访者不认为经济会出现衰退 从美国的PPI涨幅连续第二个月下降看起来 这个通胀似乎是在缓慢的下降 但是美国经济更广泛的通胀 还是根深蒂固 没有显示出多少快速消退的迹象 美国八月份商品和服务的批发成本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一 主要是于汽油价格下降 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师费罗利认为 联储局下个星期的会议上面不太可能加息一里 也就是加息一里的可能性低于三分之一 但他也认为通胀数据使得联储局明年掉头减息的预期已经降温了 前目的投资评级公司首席经济专家也认为 美国通胀快速上升的趋势已经见顶 I think CPI inflation has peaked at the 9.1% rate that we had in June and it should continue to move lower but at a very slow pace the severity of that sell-off warns the Fed perhaps not to tighten too aggressively 专家也指出联储局最关注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压力在逐渐下降 这些因素都会使得通胀心理预期率先回落 也会为联储局的缓和提息步伐 甚至是扭转政策方向提供条件 无论如何美国通胀处在敏感的时刻 但是这个时候美国要面对一个就是 可能最快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 美国铁路工人会举行一个全国的大罢工 关于罢工这个事情 白宫在7月份已经介入调停劳资双方的争议 但是到目前为止 相信劳方还没有接受调停 所以罢工可能在星期五就会展开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 一些货运公司或者是铁路公司 刚好提前做部署 可能有些很多的货品 在这两天就不收了 比如说随着美国铁路公司和工会之间的 资方和劳方谈判 接近星期五的最后期限 AMTruck表示会在星期四 暂停所有长途列车服务 避免货运铁路工人可能罢工造成的干扰 另外一家公司在星期二已经宣布了 暂停大宗商品的单位列车货运 星期三下午停止装载设施 接受汽车货运 化肥行业组织表示 大部分铁路货运公司都停止接收新的安肥和其他可能有害材料的运输 可以看到这个影响有多大 那么现在正是美国通胀最敏感的时刻 美国会出现30年来第一次的全国铁路大罢工 有分析说每日的经济产出可能会因此损失高达20亿美元 由于工会对于这个之前的调停并不满意 所以他们这个罢工可能在礼拜五就会展开 7月份的时候拜登政府介入了 并且任命总统紧急事务委员会PEB来推动双方的谈判 当时PEB提议说为11.5万名铁路工会成员加薪14% 并且返还到2020年的欠薪 还有在2020年到2024年的5年合同期限之内 总共会加薪24% 相信这样我们听起来加幅是很大 但是如果说明天工会认为还会举行罢工的话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加幅式 他们并不满意的 除了美国当前新疆面对这个通胀 还有罢工的苦恼之外 对欧盟来说要面对的就是能源价格飙升 如何让民众真的自愿节约能源消耗 还有减少能源开支来稳住社会的情绪 从法国方面 埃菲尔铁塔会提前每晚一个多小时提前洗灯 帮助巴黎节约能源 德国的各大纪念碑也会提前洗灯 西班牙已经限制空调的使用 荷兰正在敦促居民缩短领域的时间 巴黎市市长表示 从9月23号开始 这个象征着巴黎地标的 埃菲尔铁塔灯光 会在晚上11点45分熄灭 埃菲尔铁塔上面有2万个灯泡 通常在凌晨1点钟才熄灭 现在要提早了 欧盟是在星期三公布 对抗能源危机的计划 所以很多的地方就开始响应 欧盟委员会主席福德莱恩在呼吁 降低整个欧盟地区的用电量 成员国在高峰时段 把用电量减少至少5% 它是在星期三与法国斯塔拉斯堡 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演说的时候提到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开打之后 天然气和电力价格 大幅度飙涨到历史新高 欧盟27个成员国 正在努力应对这场能源危机 它建议对能源公司征收暴利税 应对持续高级的能源价格 有关计划能为成员国筹集 超过1400亿欧元的资金 协助企业和家庭以及消费者 现在欧洲受到能源飙升的打击 欧元区7个7月份的工业产出 落得两年多来的最大降幅 也就是19个欧元区国家 7月份的工厂产出 比上个月下降2.3% 凸显能源飙升和供应链 瓶颈带来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爱尔兰的产出下降 爱尔兰产出下降18.9% 原因是因为落户在当地的 开展欧盟业务的跨国制药集团的 出口活动经常大起塌落 另外一个国家是日本要关注的是 8月份的贸易逆差达到 2.8万亿日元创下新高 逆差2.8173万亿日元 创下14年1月里的新高记录 也是因为资源价格走高 和日元贬值的影响 刚刚谈到这些 不管是日本或者是欧盟 都是G7主要的成员国 而G7国家打算 这个月稍后召开外长会议 确认团结一致 来对抗俄罗斯 日本共同社 引述多名外交界消息人士的话说 谢国集团配合在美国纽约 举行的联合大会 在这个月下旬要举行外长会议 要举行协调 会议上会再次确认 应对俄罗斯的一些方案 或者是应该是更加凝聚了 其实在这个纽约的会议当中 不只是这个问题而已 那么美英日澳纽五国 六月创建支援太平洋岛国的 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机制 也计划举行 第一次的外长会议磋商合作 还有美日澳印预计举行的 四方安全对话 可能在这段时间也都会举行 所以在纽约的会议 是大家知道关注的 我会从后来分析 你看这个G7 还有什么五国 还有什么四国 现在就是这么动起来之后 都感觉到这个世界 非常快速的变化 战争 制裁 脱钩 一切以他们为大 但是他们就是心智肚明的也知道 这么搞脱钩 那通胀一定会上来 只不过金融界还在预期 能够软糟路 能够什么时候见顶 为什么 因为手里都有股票 有这个资产 如果说利率不停地加的话 它这个资产就回不来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 一定要看实体经济的这个语境 和股票市场的语境 是两个情况 虽然这个鲍贝尔 他努力学习格林斯盘 去倾听市场的声音 但是你看到 他的这个声号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利率还得提 还得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 因为不是这么做的话 实体经济的通胀是下不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看 其实全世界未来的经济 会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像现在欧盟 欧元区的数据 七月份公月的数据终于出来了 表面上看是爱尔兰的那个数据波动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德国的工业 尤其是以这个重化工业 需要俄罗斯来的廉价能源 现在基本都停下来了 还有那些需要电力的工业 也停下来了 那么最新的这个指向 也是咱们这个 从疫情 有了疫苗之后 一直在观察的指标 就是从中国这边 往美国去的 集装箱的价格 也是一天一个价 以前你说是一天一个价 是涨价 现在是跌价 跌成这样了 反映什么 美国的需求突然就没有了 从八月份 八月份以前还是在的 突然那个船就没了 那船没了之后 就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不排队进港 它就加速 加速就可以释放出一能出来 而且2021年 整个集装箱船的订单 是前年的四倍 那现在出来了 那个船又进一步的 因为一年多就造出来了嘛 所以整个这个行业 又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 从疫情以来 是一个行业来来 那现在是另外一种反向变化 也是一个一个行业来来 谢谢文辉 下期后来关注的是 上海组织峰会有关的情况 待会儿见 欢迎回到京市财经 即将出席上河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15号在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纪约耶夫会谈的时候表示 很高兴到访乌兹别克斯坦 时隔六年再度到访 看到了一个惺惺向荣的乌兹别克斯坦 相信在米尔纪约耶夫领导下 乌兹别克斯坦一定会在 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兹别克斯坦的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中方坚定支持乌兹别克斯坦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支持无方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 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努力 支持总统先生依法推进宪法改革 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乌兹别克斯坦内政 相信在总统先生领导下 乌兹别克斯坦一定会在国家建设 和民族振兴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他当天在接受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米尔纪约耶夫授予最高友谊勋章 米尔纪约耶夫致辞的时候说 这是为了表达对习近平多年来 强化乌中两国人民友谊 深化两国经济 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做出巨大贡献的高度评价 那么在前一天呢 他搭乘了专机抵达努尔苏丹 开始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师访问 习近平在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会谈的时候 就强调要将两国合作提升到全新规模和水平 双方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扩大经贸产能 互联互通 抗疫等领域的合作 扩展大数据 人工智能 数字金融 跨境电商 绿色能源 绿色基建等创新合作 同时双方也签署了多项合作文献 涉及经贸 互联互通 还有金融等等 我们也在期待上和组织峰会的举行 还有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跟俄罗斯坦普京的会面 要不要关注的就是 因为八月份通胀数据 在星期二大跌的美国股市 星期三小幅度的收涨 亚太股市星期三大跌之后 星期四表现是不一的 不过市场我们看仍然是在动荡的 美元会价是在110以下的 还是比较强势的 那么人民币在今天收盘价是下跌 145个基点报 6.975 来看一下股市 美国股市星期三小幅度走高 标普外主市上涨0.3% 道指上涨0.1%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7% 但是并没有收复星期二的失地 因为前一天道指下跌3.94% 纳指下跌5.16% 标普外指数下跌4.3% 市场还在担心 美国股市会不会持续下跌 但对于港股来说 今天是反复传稳的 恒生指数收盘上升83点 报18930点 本来上到了19000点以上 但是还是回到了19000以下 恒生科技股指数涨0.25% 主板成交818亿港元 内地互生两市今天高开高走 上证宗指收盘跌破了3200点 报3199点 深层指报11526点 创业板指数大跌3.18% 日本股市轻微上升0.21% 提前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创新 还有科技公司到香港来上市 这是港交所在过去很多年来 为了提高港交所和香港的竞争力做的准备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措施要推出来了 那就是要吸引硬科技 外电报道 港交所计划在上市规则当中新增第18C章 容许人工智能 芯片 自动驾驶 智能制造等公司到香港来上市 商业化之前和以上一化公司 需要遵循不同的上市要求 约了最快这个月进行公众咨询 年底前敲定计划 业绩人士说市场期待相关的措施出台 可以吸引一定数量的科技公司来参与 彭博引述致任期人士说 针对商业化之前的公司 上市时的估值需要超过20亿美元 以上业化的公司 市值需要达到至少10亿美元 还有个消息是 腾讯旗下在美国上市的腾讯音乐计划 最快下个星期在香港已介绍形式第二上市 不涉及集资 如果是真的话 腾讯音乐将是港交所 2020年10月30号改修立以来 第一家采取企业版 同股不同权 也就是WVR 并且以大中华发行人回港第二上市的新股 还有绿色金融也是香港巨大竞争力 发展机遇的一部分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在一个环保科技论坛致死的时候说 香港政府会在未来15到20年 投放2400亿元 推动低碳转型 香港和邻近的大湾区城市可以说是优势互保 协同发展 也都是打造贯通上中下游的创科产业链 为国家买向碳中和作出贡献 政府将来在未来的15到20年 我们将会投放大约2400亿元 推行各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推动低碳转型 能够促进循环经济和新的行业的发展 我们可以预计政府和私营企业 在未来几年所投资的资源 是可以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的 中国经济在下行 而且这个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工信部今天就还提到了 要稳住工业主体的一个做法 另外来关注的就是 内地有多家国有银行 从星期次开始再度下调个人存款利率 有飞心认为 这是为削减俄罗比亚腾出更多的空间 可以刺激信贷需求 内地证券时报报道 多家国有大行对于活期存款 还有定期存款等进行不同幅度的微调 当中三年期定期存款和大额存款利率 下调15个基点 那么在星期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 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进一步延长制造业还缴补税期限 并且确定专项再贷款与贴息 支持设备更新 同时又批准在福建和广东 新建一个核电项目 我们把重点放到核电项目方面 如果说这个加上刚刚讲的福建跟广东 这两个的话 那么中国今年之内 已经有10台核电新机组获批了 是十多年来最多的 有分析说这个总投资加起来 10台大概是有2000亿元 我们要简单谈的是 全球能源大转向 核能真的是在受重视了 现在看到这个战争带来的就是 至少在绿色转型以前 油气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了油气以外 我们说可质人员光能风能都要加速 但是那个也是有一个时间限制 所以就是核电突然发现 突然又非常的热 股市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又得问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要投核电 谁一直在做规划 一直在做准备 谁有这个队伍 有这个设备看来看去还是中国 你要指望法国人去建 你现在去开始做 十年之后有第一做就不错了 所以就是核电 它还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它的安全 能够进一步的强化 另外就核电技术还在演进 所以现在一个重大的发展方向 就是小型堆 如果说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就解决了安全问题 同时就可能解决整个全人类 它对于能源的需求 就为什么这个领域的研发 不能够停下来 不能够放松 其实从光能和风能 再到核电 都有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说 以前可能对于能源 它是说要占有资源 要去抢夺资源 或者是购买资源 如果说是转到这些领域的话 就变成了去研发技术 用技术来真正带动 人类的能源需求 谢谢红辉 在萨巴尔汗举行的上河组织峰会 这次非常受到全球的关注 我会继续来分析和点评 上河组织修成正果 成为相关各方的大后方 这次我们看到 咱们这一段时间都说了 全世界都在动荡 那么作为亚欧大陆 最重要的一个中和性的 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 上河组织 这个时候办了一个线下的峰会 各方都来到这里 有这个多方的场合 也有双边的场合 大家都非常重视 还接纳伊朗 成为新的成员国 我们再回顾一下 为什么说它修成正果 就是它2001年成立 成立的前期 就是上海五国的会晤机制 当时苏联解体不久 整个地方非常乱 乱了之后 自然就带来恐怖分子的活动 还有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 所以上河组织在前期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反对三种势力 那么现在 就是像刚才我们新闻当中 播到的乌兹别克斯坦 出现这个欣欣相容的发展 也不排除在某些地方 还有一些恐怖的活动 死灰复燃 但是整个地区 已经变成了亚欧大陆 非常难得的一个 我们就看20年前 它可能是一个 大家非常担心的恐怖分子的话 恐怖活动的发动地 现在变成一个大后方 无论是在前线 和乌克兰打仗的俄罗斯 还是印度 它都需要这么一个后方 那对中国来说 美国又在台海地区去搞事情 我们也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 西北地区的大后方 所以欧亚大陆的中心 这一块就是上河组织的核心 那么其实大家都找到一个后方之后 背靠背 就可以往前去顶住外部的压力 所以我是建议 比如说我们原来是针对三股势力 其实现在在上河组织当中 还要有第四种势力 就是外来的干涉 外来的干预 外部势力 破坏地区稳定的势力 上河组织 各国也要防 谢谢红辉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